深夜十一点多 彰化河美工厂深陷火海 火蛇不断往上卷升 宛如一头巨龙火势猛烈 消防还出动空拍查看火势范围 彰化皮头则在凌晨四点传出火警 火蛇穿透专造三合院的屋顶 屋内一名九十九岁阿嬷 行动不便命丧火窟 起火原因疑似电线走火 家属悲痛万分 他就睡在边边那一间 与我的地点是他那边 因为我试着要从后门 把那个后门也锁着也没办法 恐怖火警接二连三 彰化市中山路一间轮胎行也是火 一家十口六大四小 一度受困在三四楼阳台 消防赶紧现场挺进救援 三楼三楼有一位在叫 然后快点啊有点 幸好这一家人平安获救 受到呛伤赶紧送医 全部都在阳台 我们刚好锁电头在那边找 告知你们可能楼什么位置 轮胎行装有住宅警报器 一烧起来马上就发出声响 让一家十口得以赶快报警 加上附近就是消防队 才能在最短时间救命 彰化一夜三起火警 实在不平静 也酿成死伤 记者承受的皇上富王是韩 彰化菜坊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 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 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中视频道